市场新增房源数量少于去年同期 同比下降了5.6% 库存持续下降造成价格一路走高 而销售速度放缓 受到高收入高学历居民大量涌入的影响 房屋售价增长207% 各位好 我是绿亭美国房地产研究员陆怡 今天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绿亭资本房地产市场报告 2月华盛顿的住宅市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宏观经济 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的统计数据 2018年1月全美非农业就业增长20万个 失业率维持在4.1%不变 2018年1月工资水平的涨幅是自2009年中期的大萧条结束以来最大的涨幅 按行业划分 建筑类是就业增长最多的行业 一共增长36,000个就业 餐饮行业就业增加31,000个 医疗行业就业增加21,000个 制造业行业增加15,000个 1月大华府地区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从上个月的10年最低水平3.3%增长为3.8% 过去的12个月内特区的就业增长43800个增长率为1.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华府地区的住宅市场 经历冬季市场销售速度放缓 随着春季的到来 卖家开始活跃起来 2月市场新增房源数量激增 新增房源数量为9,559个 市场整体新增房源环比上升5.5% 但市场新增房源数量少于去年同期 同比下降了5.6% 市场可受房源为6,494个 环比上升了5.5% 但同比下降13.4% 市场的库存量持续第22个月同比下降 过去5年平均库存量为7,495个 过去10年的平均库存量为10,13个 当前市场可受房源远低于过去5年 和过去10年的平均值 库存持续下降造成价格一路走高 而销售速度放缓 2月大华府地区市场房屋销售价格的 中位数是41万美元 同比上升2.6% 环比上升2.5% 房屋销售价格中位数是过去10年 2月的最高水平 也是连续第17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福晋亚州的Forth Church City 在销售价格上持续领跑整个大华府地区 2月销售价格的中位数为70万美元 同比增长13.9%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 福晋亚州的Alexandra City和华盛顿特区 销售价格中位数分别为56万美元和53.2万美元 市场总成交量为3043单 同比下降1.8% 环比上升2.3% 受到库存减少的影响 价格持续保持高位 而销售速度放缓 公寓住宅连排别墅和独立别墅的成交量均有所下降 2月 住宅销售天数中位数为28天 平均出售价格为挂牌价格的97.7% 按住宅类型划分 连排别墅平均出售价格达到挂牌价格的98.4% 公寓住宅和独立别墅平均出售价格分别达到挂牌价格的97.9%和97.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华盛顿特区的住宅市场 2月 华盛顿特区住宅房价销售中位数为53.2万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房价中位数上升了2.6% 与上个月相比 房价中位数上升了5.5% 当月 华盛顿特区住宅市场每平方英尺售价中位数为500美元 与上个月持平 受季节影响 住宅销售速度放缓 2月住宅销售天数的中位数为45天 但这是过去5年2月份的第二低水平 本月 市场新增房源860个 与上个月相比 新增房源数量增加了3.6%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 新增房源数量减少了10% 当月市场总成交量为595单 同比上升10% 环比上升8.8% 市场总库存量低于过去5年2月份的平均值 约16% 按当前的销售速度 把市场上所有可受房源受完 需要1.7个月 由于华盛顿特区就业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住房供应速度 地区住宅销售价格持续增长 长期库存低迷导致市场价格增长 且销售速度放缓 通常在美国购买房屋的流程是 当买家看中一套房子 首先要递交一个报价 如果卖家接受了报价 双方就会签署购房合同 正式进入购房流程 房源出售合同率 Contract to Listing Ratio 显示了一个市场上所有销售活动 与所有房源库存的比例关系 当该比例大于1时 表示销售活动大于现有库存 即公布应求 从数据来看 华盛顿特区市场在过去三个月的销售活跃度 稳步上升 2018年1月 销售活动大于房源库存 住宅市场供不应求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全美10个城市化最快的地区 按邮政编码划分 有两个位于华盛顿特区 其中邮编为20001的地区 包括了Shawn, Bloomingdale, Mount Vernon Triangle和Leduit Park排名第二 该地区在这10年间 居民平均收入从2006年的37,000美元增长至97,000美元 收入增长率超过100% 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人数增长超过200% 受到高收入高学历居民大量涌入的影响 房屋售价增长207% 好,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 绿庭资本二月房地产市场报告 谢谢大家的收看